你好 欢迎收看3月17号 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花莲县政府推动全民健康健走活动很多年 今天特别移师到南区的瑞税来举行 有上百人参加 县长学政委和立委副婚旗 特别和乡亲全程走完四公里路程 沿途弥漫着文旦又花香的清新空气 让人心旷神愚 来 麻烦找鸭腿帮我做两个 简单的暖身潮后2024花莲贫旅大众 有见走人龙 在县长许正伟立法院总召复婚旗的带领下 大步向前迈进 乡亲民众扶老稀幼 漫步在温泉区内 掩涂淡雅的文旦又花香气扑鼻而来 令人心神舒畅 实在都没有办法回来 要应付这么多的事情 要处理好每一件乡亲的托付 让台湾能够安期乐业 我们花东的建设要完成 两岸要和平 要好多的事情要推 难得回到花莲 真的回家的感觉真好 把台北的物着之气 可以把它放掉 不然天天在那里 真的是同婚脑脏 每一天都有不同的菜色 从早到晚都要应付 不过家乡的建设 我们从来没有忘记 一定要把它做好 现场超过三百多人 也跟着立委不崑奇一样 在外打拼疲倦的身心灵 在花香 茶香 奶香 温泉香的锐水香里 休闲建走 充足电力 推动全民健康建走多年的花莲县政府 今年度以花莲频率大建走 串联13乡镇市特色活动来推办 新销花莲乡镇市 也培养乡亲民众 休闲运动的好习惯 另外花莲其实在这两天里面 有相当多的运动活动 更有我们的艺文活动 尤其是我们希望将花莲打造成 全民的运动场 全民的健身房 所以在这里我们有相当多的公园 以及相当多的绿地 欢迎大家一起享受 老天爷给台湾 老天爷给花莲的山与海 今天感谢我们傅昆奇委员也来参加 我们欢迎大家follow花莲县政府的网站 可以跟我们的频率大建走 一起来享受花莲的山与海 2024花莲频率大纵走六大建走活动 首场于北区的新城相公所 携手举办的元旦升旗 剑走活动后 今天第二场次 则和瑞瑟香农会 又滑追香路跑比赛 同步鸣笛起跑 县长许正卫 立法委员副昆奇 连美出席和乡亲 漫步在又滑飘香的乡道上 一览圆山缭绕美景 花莲县政府也以此致力将打造花莲成为全民运动场和全民健身房 记得石玉兰对岁采访报道 眼镇 来自动物体 来自动物体 运动 来自动物体